世界上杀害穆斯林最多的国家恰恰正是美国 美国这个杀害了上百万穆斯林 侵犯了数千万穆斯林人权的国家 居然信誓旦旦的现在关心起了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人权 这分明是黄鼠狼给机拜年没安好心 西方国家政客媒体不断炒作新疆问题 无理指控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 美国、德国和英国计划星期三就新疆问题 以市长方式召开联合国会议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早前例行记者会上 批评英美等国借此举谋取政治私利 是对联合国的蝕毒 一起听听华春莹怎样说 我必须要指出美国、英国、德国等几个西方国家 根本代表不了联合国 更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美国在全球越八十个国家以反恐之名 发动了战争和军事行动 已经导致了八十多万人直接死于战争暴力 其中大多数都是平民 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华春莹在记者会上又批评美国在国外杀害无辜平民 强漠视国内疫情 制造新疆方言的做法虚偽 美方默示他们在阿富汗、伊拉克、西利亚等国杀害的上百万穆斯林民众 默示本国至少死于疫情的六十多万民众 却不惜成本 不择手段 反复的炮制所谓的 新疆人权问题的谎言 这是非常非常虚伪的 华春莹还提到事实摆在眼前 着美国继续偏造谣言 只会被更多人看穿和识破 美国的信誉只会进一步加速破产